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第二个回合咯。 这个回合呢,我们还是一样的针对这个通用性接口的一个联合的应用。 这个通用性接口指的,在这里指的是这个别人的既有的通用性接口。 那我们只是拿它来做组合,做应用。 因为通用性接口呢,其实在各个平台都提供的很多。 那么它的背后也就是EIT的一个造型的组成。 OK,那就是我们上一回合呢,帮您做个说明就是, 这一个通用性结构呢,其实就是两个EIT的造型所组成的。 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让您了解,其实它并不复杂,也很容易的对应到这个代码。 OK,好,那这一个虽然它很简单,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变化。 好,所以呢,在这一个回合呢,我就来举这一个Android的contact这个接口,这个通用性接口为例子。 来当你呢,熟悉一下,其实在这个结构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好,让您有更广大的眼界呢,了解一下这个接口的基本结构,也有它的变化咯。 所以,接下来就也会帮您介绍,我们在这个应用范例的这个情境,就是使用了三个通用性的接口来做串接的。 包括serverlet,contact,跟iMind,然后呢,后面的单元,我才会跟你说明,怎么时机的对接,以及完整的代码。 OK,好,现在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这一个主题咯。 大家进入主题之前,还是一样,再帮您做个铺垫,让您能够跟上一个回合做一个完整的衔接。 那在上一节呢,我们所提的这一个通用性接口的标准结构,都是由子类来实现这个接口的函数的。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一节呢,有设计过一个接口,叫做iPlugin,那么有提供一个G类,一个G类,叫做Plugin,然后呢,这个G类呢,就来实现这个接口。 接口,然后,这个接口里头的,都是放的,都是抽象函数,那么抽象函数呢,就由这边来实现,由这边来实现,OK,那这就是,都是由这个子类T,就相对上,这个G类,因为我们有说过,其实接口就是一个抽象的,纯粹抽象的类,也就是纯粹抽象的G类,OK, 那相对上,这个就是i,那这个就是i,那这个就是T,只是因为现在,这个是给Cline用的,所以Cline,来用这个i,来调用这里到的,所以,我们都是,由这个T,来实现,这个i,这个接口,那这个是给Cline用的i, 这里,这里,T他自己,还有,他自己,对,后面Server的,这个i,还有对Server的i,OK,这边还有一个i,这就是我们说明的,这个是给Cline用的i, 这就是我们说明过的,一个通用性的接口,总是有两个i,成双成对的,一个是给Cline的i,一个是给Server的,这边的,自己的i,那么,我们现在在谈的是说,这个给Cline的i,里头的函数,这接口的函数,都是由这一个抽象的G类,来实现的, 或者是由它的T,来实现的,这里有一个i,之后会接它,Server方面的T,它是由这个,来实现,或者是由它的子类,来实现,所以,这个是有两个角色,一个是1,这样是EIT,这样的是EIT,有没有,所以我们才说,这样的一个通用性的结构,是由两个EIT所构成的, 那我们现在在谈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标准的结构,标准结构呢,就是这个,通用性接口里头的函数,是由这个T,来实现的,或者是由它的,EIT,里头的T,来实现的,那么,在本节里头呢,我们将介绍一个,比较特殊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就是这个子类呢, 它不想,它不想,自己来实现这个,这个借口里头的函数,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T,这一个flagging可能很多,就是说,当这个flagging很多个的时候,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的时候,那这边也有一个实现的代码,这边实现的代码,就是说,当这一个T,有很多个,那每一个人都去实现它, 那,结果呢,这个实现的代码,就重复了,重复在很多地方,所以呢,它就干脆,啊,委托别人来实现,委托别人来实现,所以呢,现在,我就是要帮你解释,为什么,要要委托别人来实现,它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 因为,因为,这个flagging会有很多个,我们,之前是假设,这个flagging,这个T,只有一个,啊,其实它,可能也有很多个,那很多个的时候, 那很多个的时候,这个CI,这边的,函数的实现代码,如果都是一样的,那么它就会,重复,出现在,很多的这个,T的类里头, 因此呢,我们就把它的,重复的部分,把它独立出来,然后,每一个人都,委托它来,实现,啊,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在这个就是,在Android的电视里头呢,那,因为是,采用Android的平台咯,那,这个平台,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结构,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框架结构, 那,这个结构里头呢,就有一个Counted的这个结构,那,这个Counted的结构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一个,通用性的结构,就是CI的角色,啊,所以,很多的Client,Client1,Client2,等等,那,可以, Core它,OK,啊,比如说,我们要,Start的Activity,Start的Service,其实,就是,Core它的,那,这个CI呢,那,就是,由这一个,Contact的Raper, 它就是一个,啊,因为这个就是一个G类,抽象的G类,它等于这个圆圈,等于这个圆圈,只是以类的形式,来出现而已,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由这边啦,这边来,实现它,啊,本来是由它来,写这个代码,实际的代码,来实现它, 这一个,就是等于这一个,等于我们,上一个单元,所谈的Clugin, 这一个,就等于我们上一个单元的,iClugin, 那,因为这个Core的Raper,会有很多个,啊,有可能有很多个,因此呢,就把这一个,相同的,实现代码呢,啊,把它独立出来,把它移到这里来,就变成独立的,一个,实现的类,啊,那,这个是,因为这里头有很多个,像这样很多个,就把它的, 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实现代码都一样,就把这个,同样的部分,把它独立出来,放在这里,叫做Contact Implementation,这样一个class,啊,那,既然它这里有实现代码, 那,所以这里就不用再写实现代码咯,它只要,new一个,它的对象,然后,就可以调用它了,啊,那,这边就可以不用写实现代码,调用它就可以了, 因为它已经有写了,是因此呢,这个,我们的,通用性的接口,本来是这样的,长法,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构了哦, OK,那,这只是在Android的平台里头,本来就,提供的,这样子的,通用性接口,OK,那,我们就,可以善加利用,就可以不用,在自己写,通用性接口了, 所以它的,详细的结构呢,就是这个样子,啊,这边,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啊,这样子一个,啊, 啊,类,它也会,这里,啊,它也会,这里,啊,它也会很多个,会有很多个,对不对,然后,因为它的实现的代码都一样,所以这里也重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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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写这个实现的代码, 因此呢,干脆,把这个部分,啊,把它独立出来,把它移到,移出来这里,把这个部分,给把它移到这里,把这个部分,给把它移到这里,然后呢,之后,这边就都不用再写这个实现代码,干脆 new一个这个对象,之后,就call它就好了, 啊,这我们称为叫做委托,叫delegation,啊,就是,把实现的部分,委托给这一个,单粒的类,那么,都去new它的对象, 然后调用它,这叫做delegation,OK,所以它是由,这一个标准的,同用性接口的结构,所衍生出来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帮你做更详细的说明咯,啊,更详细的说明,好,那么,这就是一个, 等型的,这一个,啊,等型的,这个,啊,同用性接口,也就是等型的eit,啊, 然后,这里提供一个operation,然后给kind,来调用咯, 然后,然后,这边有一个operation,啊,就这样子,所以是由,这个1,也就是,如果它是i,啊,或是ci, 那么它就是t哦,所以由,这个,它的t,来,实现,这一个函数,在这里的j口,它是抽象函数, 没代码,在这里呢,我们就写的它的实现代码,OK, 好,再来呢,我们说明了,这个ie,这个圆圈呢,其实就是一个类, 就是一个纯粹抽象类,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基于呢, 这个接口,其实就是一个纯粹抽象类,因此呢,这个图呢,就可以相当于这个图, 可以转变成这个图,所以呢,这里是一个定义的抽象函数, 然后呢,由它来attend它,那么,这边就可以写实现的代码,一样的做法, 所以,这两个图,虽然长得不一样,但是,其实意义是一样的咯, 那就是它要来实现这个抽象的函数,所以这个e,也是一样来实现这个IE接口的, 它要来写这个抽象函数里头的实现代码, 那么,当这一个,刚刚有说明了,如果当我们必须要,这个撰写,是不是这个字, 写很多的这个,如果这一个的类,有很多的时候, 这个类,有很多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现,里头的,这一个实现的代码,会一直重复的, 所以这里讲,说,如果我们需要,开发很多e这种类,来实现这个接口的时候, 会发现,它的实现代码,如果都相同,那么就会重复的,去写一样的实现代码, 因此呢,增加了开发成本,尤其是维护的成本, 这个时候,可以采取那,回头实现的一个架构, 回头实现的意思就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1里头呢, 要把这一个,针对这个的实现代码, 因为1里头可能有其他,还有,可以写其他的具象的函数, 那么,跟这个IE,这个接口有关的, 我们就把它看在,合起来,放在这个位置, 把独立,把独立出来,独立放在这里, 这样子,然后呢,待会就可以把它移出来, 也就是,把跟这个,本来是,在1里头可能是分散的, 但是现在把它集中,把它集中, 所以1里头的Operation函数呢,就调用这个类, 把它里头设一个小的类,来实现它,有没有, 那,这个,有Operation,那么,它就可以来扣它就好了, 这里的实现代码就不用写了,直接调用它, 因为实现代码在这里啊,在这里, 所以呢,就可以,1的Operation, 这个的Operation,虽然它一定要implement它, 因为,它是抽象函数,你是它的子类, 所以呢,你就必须去implement它, implement它的时候,你不要写代码,直接调用它就可以了, 因为代码已经写在这里了, 所以,1的Operation函数,可以去调用这里头的Operation函数, 里头的执行它的实现代码, 所以呢,这个1,就是这一个类里头的Operation函数, 就不必重复写这一段的实现代码咯, 实现代码就在这里就好了, 这里就可以不用写了, 这个途径呢,在设计上,我们称为Delegation, 也就是把它独立出来咯, 再从这个妈妈的肚子, 把它挖抓出来,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类, 那独立的一个类呢,一样的做法, 还是可以拥它,可以扣它,对不对? 那也就是Delegation, 所以就长出这样的一个结构咯, 所以我只是在帮你说明, 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来源是怎么ambient出来的, 怎么把ambient出来的, 所以呢,你现在对这个结构, 已经不会觉得很怪咯, 因为你其实就知道, 本来就是它去implement它的, 现在只是在独立一个小的类, 让把这一个implement的代码写在这里, 那这个1呢,虽然也是扣充它, 它就可以直接扣它咯, 那现在只是把它独立出来定义而已, 原来是定义在这个类里头, 现在只是把它独立出来而已, 其实都是一样的意义咯, 所以本来E必须撰写, 必须写这个实现代码, 现在那E只要委托它, 它就不用写了, 那这样的一个架构设计的效益, 是E类不必这个E, 当我们有很多E1,E2,E3的时候, 那这里头的实现代码都省起来, 它直接扣它就好了, 这边也不用写了, 直接扣它就好了, OK, 那也就是说, 这些E1,E2,E3, 都把这一个的实现代码, 回扣给它, 我们只要去new它, 去扣它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它的基本结构, 所以当E类的个数越多, 当这个的个数越多, 这个这种架构的效益就越大, 因为它节省的开发, 维护这个实现代码的一个负担, 如果这个实现代码分散在这些E类, 那你未来的维护成本就很高了, 那这边的这个黑色的菱形表示呢, 这一个每个E类都会秘密着这个对象, 因为这样才能够委托它, 而且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就够了, 不需要很多个, 所以就表示呢, 它会来用它的实现代码, 也就是把它自己的operation的一个工作, 委托给它去执行,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明了这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Android的contact的结构, 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一个做法, 所以你把这一个图呢, 跟这个图把它对应一下, 你就知道了, 它的, 其实我是在解释这样的一个结构, 有没有, 那这个就是被委托出来的这个contact里头的所有的函数的实现代码都写在这里, 实现代码都写在这里, 然后呢, 这些contact rate会有很多个都委托它, 我是在解释Android的contact的接口的来源, 所以呢, 我就慢慢的帮你从EIT的角度, 帮你延伸到这个类, 再来定义一个小的类, 来实现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然后再把它独立出来, 然后再来告诉你, 当这个E有很多个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效益就会长得大,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准备把这个通用性接口呢, 把它用在都机整合上面, 那这个就是我所介绍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境, 就是用iPhone手机呢, 透过iAndroid的电视机来控制这个会议室的主灯, 这是我们看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境, 那这个情境呢, 我们用到的是三个通用性的接口, 有一个刚刚的contact, 还有一个iMind的, 这我们会再来介绍, 所以我们总共用的一个通用性接口, 叫做ServerLate, 一个iMind的, 一个contact,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所谓通用性的话, 就是有分类不同等级, 其中呢, 这个ServerLate, iMind的contact都是最通用的接口, 那么各方都可以使用, 那么Dougat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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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比较专属的接口, 这个是在这里, 就是说这个是属于这边的i了, 它是属于比较它专用的接口, 但是是对于它的t的一个共用的接口而已, 所以它的这一个范围没有这个广, 所以这个的通用性比较高, 这个通用性比较高, 这个通用性比较高, 这个i通用性就比较低了, 所以相对上ServerLate的等级呢, 就比Dougat的接口来的高, 同样的iMind的等级呢, 也比这个要高, 这边有一个i这个接口, 那这个接口是对的, 是专属于这个i, 是专属于这个Mind的, 所以呢, 这个是等级通用性就没有那么高了, OK, 这里是在说明这个意思, 好啦, 那在这里让你了解的, 我主要是让你了解这样的一个通用性接口的一种特殊的变化, 让你也对通用性接口, 我更熟悉了, 那你现在都了解的ServerLate的走的是通用性接口的标准形式, Find也是走标准形式, Content呢, 走一个比较变化型的形式, 那你都掌握了咯, 了解了咯, 熟悉的这三个通用性接口, 待会呢, 下一个小单元, 小回合里头, 我再来帮你说明咯, 这一个怎么应用它们的一种串接, 来组合呢, iPhone手机跟这个Android电视机来实现, 多极整合, 多频互动的一种架构设计, OK,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